原标题 但是有的时候 皇帝喜欢的女人不能投怀送报 而且还拒绝皇帝抛出的橄榄枝 有一些女子是坚真自首 但是也有很多人女子爱于权利 才妥协于皇帝 唐权宗李隆基和儿媳 杨贵妃 唐太宗李世民和帝琪琪王妃 这些原本都不被世俗认可 但是皇帝要想这样办 那谁能制止 今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杨广和宣华夫人之间的故事 宣华夫人原本是南朝臣宣帝的女儿 但是宣华夫人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而后人又只知道她姓陈 所以也都直接叫陈氏 陈氏是陈叔宝的妹妹 曾被封为宁远公主 陈氏年幼的时候 与南朝臣对峙的北朝发生了变化 杨坚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后 成功取代了北周 而陈氏的父亲又想趁北朝军位不稳的时候北伐 结果偷积不成十把米 非但没有北伐成功 反而自己发病死了 陈宣帝死后就是陈叔宝继位 由于陈叔宝好吃懒做 自持有长江天险 所以毫无北伐斗志 历史证明了 这是一个无比错误的选择 因为陈叔宝没有大肆北伐 所以杨坚得到了天赐的休养生息机会 以至于满下了南朝臣灭国的福品 杨坚平定北方之后 剩下的对手就只有南朝臣和西梁 西梁不足为虑 让杨坚担心的是南朝臣 但是南朝臣的统治者陈叔宝 又是一个滚庸之君 占据江南宝地没有大力促进发展 反而是沉溺于温柔相中 一边大肆荒废朝政 一边又纵情降落 不由感叹历史的戏剧情 当历史选定你为君王的时候 你的对手不是暴毙就是昏庸 杨坚得天下过亿 展开全文杨坚 让杨广带领大军南下灭臣 由于杨广老丈人是江南世家领头人兰陵消逝 所以杨广出奇 得顺利 南朝臣统治着昏庸 世家又纷纷倒戈 结局就是早已注定的事 南朝臣灭亡之后 臣氏就被当成战利品运回了京城 臣氏一行人都是貌美如花的臣国嘉丽 以及臣国公主 这些人都被赏赐给永宫的大臣 而最优秀的 无疑就是送到皇帝的宫里 原本臣氏只是一个小宫女 但是因为其颜值美貌无双 所以被隋文帝宠幸 独孤皇后死后 隋文帝还让臣氏进封为宣华夫人 让其掌管后宫事务 说白了 就是无免的皇后 杨广想要争夺太子之位 所以 臣氏是他必须要贿赂的人 石书记载杨广曾经对后宫上下人员大肆贿赂 上到皇后妃子 下到宫女太监 杨广送了不少礼物 当然 这些礼物也不是没用 后期杨广夺位的时候 这些人帮了很大的忙 隋文帝晚年的时候卧床不起 此时 杨广就对宣华夫人打起了主意 原本杨广以为宣华夫人 会乖乖就犯 毕竟 他是之后的掌权人 但是 没想到 宣华夫人拒绝了他 反而把事情告诉给隋文帝 隋文帝得之后 就想着费杨广 但是杨广之前送的礼物不是白送的 这个消息 瞬间就传到杨广的耳朵里 杨广夺素派东宫心腹接管皇宫守卫 并且诞使者进入隋文帝寝殿 之后没多久 隋文帝驾崩 隋文帝驾崩之后 宣华夫人就陷入恐惧之中 他以为杨广一定会对他下手 但没想到的是杨广送给他一个礼物 而看到礼物之后 宣华夫人就对杨广妥协了 并且在当晚就发生了关系 这个礼物不是别的 而是童心解 原本宣华夫人还想拒绝 但是周围人逼着宣华夫人接受 并且逼着宣华夫人妥协于杨广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宣华夫人死了 那么宣华夫人周围的人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但是如果宣华夫人深受杨广喜欢 那么周围人也可以继续享福 尽管宣华夫人不愿意 但是迫于杨广的威胁 他也不得不妥协 返回搜狐 查看 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